很久沒有跟PeddyCoffee去遠行 今天我們一早就乘船去帕麗灣 記得如果寵物登船的話 除了帶繩子 還要戴口罩 這裡都捉得很嚴重 除非你入袋 入袋就不需要戴口罩 狗仔就要坐第一排 荃灣去帕麗灣 大概12分鐘就到了 到了帕麗灣了 帕麗灣是一個很值得紀念的地方 因為是便宜一點 第一次向自己落地走 這裡很漂亮 感覺好像放大版的黃金海岸 很悠閒 四位餐廳外面 都有一些室外的太陽傘位置 可以帶小狗仔 不過我們今天會去一間 簡直可以坐室內有冷氣的餐廳 快點拉著自己的車 哈哈 這次來帕麗灣 其中一個最主要的目的 就是去羅雅方舟 因為現在羅雅方舟 已經可以讓小狗仔進入了 寵物都要買票入場 就一隻50元 給大家多個資訊 去KKday那裡 訂羅雅方舟的入場券 一百一十九元 入場前寵物要探索她的晶片 我也不知道她的晶片在哪 狗仔入場券 包一份禮物包 Taddy也是其中一隻入方舟的 小狗仔 哈哈 室內位呢 狗仔就要入袋或坐車 嘩 好厲害啊 看見嗎 小狗仔 小狗仔聽故事的時間又到了 很久很久以前呢 因為人類太過殘酷了 所以上帝要用洪水滅世啊 除了羅雅她的一家人 她還要 她們將 潔淨的動物 帶七雙 不潔淨的動物 帶一雙上方舟 當然狗仔也有份啦 是不是 Taddy 有份上方舟 好恐怖喔 身影容多次 鋒鳴人氣悔悼 一個所臿的 指控管家 只有一個人 信口和信服術 它就是 懦牙 一種的方舟 而在大地上 不同類別的動物 亦在感應神的孫悶後 一光一霧 一對一對走上路 走上路 甚至已殺人風 人類一群 駕駛逃避 走上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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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 走上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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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完影完可以去LG的層 有個小食亭 記得去LG層 換狗仔的玩具和小食 LG層餐廳旁邊的啤啤紅店 這裡有假的啤啤和真的啤啤 乖 其實入場可以玩很多小手工 小朋友來應該會開心一點 而且會值得玩很多 好高啊 哇 冬天啊 去完罗亚芳州之后 我们现在出发去马湾公园 本来想去《了望台》 但是它写着不准攀带宠物 看到还有时间呢 我们现在去临海广场那里 一间开给狗仔进室内的餐厅 这里很好 大小狗都这么欢迎 狗仔可以落地 很好吃 而且这里可以看到海景 很可怕 拍泥玩一日游画 这么快就结束了 多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集见 拜拜 多谢你收看我们的短片 看完了 麻烦你 希望你可以给我们一个like 和订阅我们的频道 还要按隔壁的小钟 那就不会错过我们下一条片 拜拜 拜拜